灌好三幅,不留病根 其实啊,很多人的病根都是三幅田烙下来的 俗话说,进入小暑,上蒸下煮 外加上,入浮后,高温、高热、高湿的桑拿天将频繁地出现 热浪席人,酷暑难耐 各类健康问题也接踪而来 比如冻鼠、心血管疾病、心衰等 三幅田本身很炎热,外加我们身体出汗多,消耗大 很容易出现疲劳,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 如果不通过膳食进行调理,吃的不对 很容易导致免疫力降低,引起疾病 入浮后,有一个问题,一般人都会搞混 福田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一心防暑呢? 正好相反,要一心防寒 为什么呢? 福田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顶峰 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 座里开泄,一旦着凉 含血便容易趁机入侵 人们在夏季多洗食冷液,爱吃空调 这些过度贪凉的行为都可能让身体无形中被寒血伤害 很多病都是由于进食寒凉而导致阳气受损或过于贪凉至外血入侵所致 千万不要小看夏天的寒血 此时防寒甚至比防暑还重要 大家听过冬病夏至 或者冬病都是夏天积累的吗? 这是因为你可能在福田时期常做以下事情而导致了寒气入体 受凉,如洗冷水澡 汤凉水 吹空调等 常吃冰凉的食物,如冷饮,冰镇水果等 后果多严重呢? 有这样一个病例 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 夏天一天要吃五根冰棍 每天都要吹空调和风扇 两年以后,她得了硬疲病 全身皮肤变硬变黑 并出现内脏损害 这就是寒血有表入里的严重后果 三伏天喝热水到底有没有用? 三伏天喝热水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发汗 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发汗截表功能 起到透理疏通、清热的作用 但是这只是一种养生方法 虽然可行,但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并不是短短一个三伏就可以排出体内的寒气的 运动、适当出汗、泡脚、微微出汗 都可以去除寒气 不过,要常年累月的坚持 要除寒气 平时可以少吃螺、西瓜、柿子、蟹、荷棒、竹笋、笔气、线菜、黄瓜、藕、鱼、绿豆等寒性食物 如果只是想通过喝热水 一周一吸的去除体内的寒气 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要常年累月的坚持 不过,要常年累月的坚持